嗨嗨君媽RomboneHeroes 轰隆隆傭兵團 接下来都会认真的介绍轰隆傭兵团 那这是我目前有的角色 我很认真的去把资源做集中 因为这边的角色可以获得方式除了抽奖 对抽奖是最大的 再来就是军列的副本的兑换 这边那兑换只有这五只 对没什么就是先就是兑换完 看你喜欢哪一只真的 然后再来的话 其他的资源部分 钻石的话我不建议去做其他的变更 对 最不建议的就是直接买资源 就是买这个篮框啊 木头跟肉 这些东西其实都打到 然后也收集的到 所以不建议做更换 钻石还是留下来抽 角色是最完美的 那这是我目前有的角色 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吗 那顺便讲一下目前櫻花的部分 櫻花的部分呢 呃我会兑换的是这四只 镰刀真理佛 然后火焰剑即赛尔 跟这个海浪 塔拉萨 好难念哦 然后还有一只这个 卡姆佛伊 好 那这四只呢 我是强烈建议做对话 而且你刚好 一百四十个 因为他有一百一千五百个 不好意思 不是一百太少了 对一千五百个 那一千五百个刚好 你这边对话完 四十四八十三十二嘛 十二三十四 你还会有一百的 櫻花的遗余 因为这个活动 我没记住是开十五天吗 还是十四天 我记得我第一天玩的时候 是十五天 可是他对他的櫻花收集 好像十五跨到十四 所以反正你了不起的话 你最多最多也有一千十一千四的话 刚才我讲那金色角色 三只 然后再加上四三十二嘛 再加上这个光头 两百就是一千四 好 那他其实下面的 我都不建议做兑换了 因为基本上shop都有 然后不然就是地图 这些都打得到 然后我没有说红矿石原因 是红矿石的话 你去打这个地图副本 也是会有的 对 那我会讲的很仔细 是因为我发现 我之前做的游戏 还是有人在问我之前 那些角色的状况 还有资源 所以我想说我做的仔细一点 那这游戏呢 有很多的别称什么的 对 除了巴哈姆特有在讨论之外 之前也有大大说 他有帮忙在巴哈姆特边 po 对 轰隆用兵团的一个社群 那这个社群呢 他最大容纳量是五千人 那目前里面的那个社群的群长 他有在控制人数 对那如果要加入可以 可是里面的资讯会比较 散一点 可能要自己 用搜寻的方式搜寻 对 基本观念的部分 不然我先讲 我可能做一到两集 那接下来才会专攻 角色的部分 好不好 好 呃 最主要是我怕我一年之后 可能没有玩 还是我继续再玩 还是几个月之后 我没有玩 会有人问 所以我会讲很仔细 包括资源的部分 钻石啊 抽啊 哪里可以换到啊 这之后 角色都会做一个介绍 还有别称跟逆称的部分 那我会以流派的方式 去做最大的统整 比如说 呃 毒流啊 烧伤流啊 普攻流啊 这些 那最主要是配合装备 因为众所周知 这个游戏呢 装备吃很大的 伤害的概率 就算你的角色 15等 因为我觉得 这个游戏 嗯 10等的话 你假 你的装备够好 其实就可以派上去了 像我这一只 辅助 舞娘 舞者 还有舞女 都能讲 对 其实10等 我觉得 差不多就可以派上去 因为10等 刚好是两个技能都开 那 呃 赖群那边是说15等 那有些人说20等 我觉得10等 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真的 抽不到的话 拿来这只又很好用 你先看他一技能 如果他一技能OK的话 就可以派上去 对 那像 这一只也是 这一只我 第一次抽到也才 13还是14而已 我就派上去了 然后 13的话 其实他就开了第一个技能 跟 第二个技能 一技二技 小技大技 好不好 小技 大技 一技 二技 这样 所以你要看角色 并不是所有 都是一定要15 20 才会 有些角色 我觉得后期角 可能要 双技 三星 才可以派上去 对 我觉得啦 那用起来 可能也不一定 对 所以 这部分 会讲的很仔细 就是之后 在做每一只角色 的个别介绍的时候 OK 那 再来的话 就是抽的部分 要不要刷手抽 我个人的所有来问的建议 都是不用 因为呀 他 这个 游戏给那个 角色的那个抽奖方式很鸡车 就是 他可能会有 一个最低的 然后像这个 一金二子 他可能会给你三金 三金我目前没遇到 三子我常常遇到 然后还有就是像这样 一金二子 或二金一子 对 那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 因为有 有大大就说 他要等到三金才抽 因为他 看我的 影片介绍之后 他就 他就看了 就是其实国外很多 有一个FB嘛 之前如果有 有持续在看 我做介绍的话 其实我有介绍 一个国外的FB 然后那个FB 到现在还蛮受用的 尤其是有 网路翻译这一部分 所以 如果你要抽的话 你可以像那个大大一样 三金才抽 然后我的部分 我是想说 我凑满一百张 我们来抽 我们来试验看看 一百张的那个 更换卷 他可以有多少只三金 可是这个是我角色 全部介绍完之后 我才要试验的 对 那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我的话就是 吉马流 就是我是看心情抽的 那看心情抽的话 其实基本上 也不会说 插到哪里去 你看一下 我目前的阵容 就知道了 我目前也是 过得很好 对 而且金的还给我 重复抽到 像这一支 镰刀真女佛 跟这一支 金蛇女的部分 镰刀 为什么他叫真女佛 他名就男的 好 随便 好 所以如果你要抽的话 不建议手抽啦 但是 我 是可以跟你说 这个游戏不手抽 也玩得下去 因为你军列那边 就可以换到五支 你就算 什么都不做 你在这边抽 其实这个游戏 看角色的练度 那好用的角色是 10等 15等 20等 都可以派上去 可是 如果你主要的攻击角色 像我主要攻击角色 是这一支 羽毛 那这只羽毛角的话 它有中毒的效果 所以 它派上去也是很好用的 这是要跟大家讲的 那这游戏很记车的事情是 就是这种灰角 白角 对 反而就是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如果你 一定出现这种灰角白角 它一定会让你抽到它 所以 你不用去笑想其他的金啊 纸啊 都不用 因为你只要看到灰角 你一定是抽到最烂的 那如果 两张纸一张蓝 它也只会给你最烂的蓝色 对 那 角色的部分呢 其实 有人说这是金色 有人说这是橘色啦 对 金蛇女 橘蛇女都有人讲 凯爱啦 还有英文的都有人讲 那这时候 呃 唉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我 我在做角色之前 我会再去搜寻一下 巴哈姆特跟赖群 看有没有人 对这些角色有其他的介绍 或是其他的逆称 我都会一并收集进来 好 那你说这些角色 有哪些好的 哪些不好 其实天生我才必有用啦 好 我只能这样说 对 这个介绍完之后呢 就是下一集再讲 资源收集的部分 对于角色的方面 好不好 好 就是之前有讲过嘛 像这个力量争鸣 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天生我脚必有用 他是增强所有英雄角色的攻击力 所以你把这一只盾牌剑男 这种灰角色 你把它弄到三星 其实他增加幅度是蛮大的 我只能这样讲 对 那至于说 为什么我会说很大呢 是因为 国外有大大说 就是他把这个灰角 抽完之后 其实他的攻击力是往上的 可是防御没有 防御的话 你只能透过装备去做加强 对 好 这两只嘛 然后再加上这个 你看 锻炼体力 这是一同战斗的 然后这是 不用一同战斗 就是只要存在 就是你只要把这角色的 心急力越高 他就越有 那详细的话 你看这也是一同战斗才有 详细的话 就是 我可能就是做角色个别兑换 所以我再慢慢说他 还有包括他的那个 什么收集技能之类的 这我用之后的感觉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是 接下来就是下一局 下一集再说 拜拜 爱你们